境界法师 你是慈善家还是修行人 偶一大师开始我们说 一个修行者 如果未开远解 不应哲论修正 意思是说 一个人没有真实大开远解 或者没有明心见性之前 对于内心世界茫然无知 这种情况是没有资格谈到修正的问题 换句话说 我们只有资格做一些慈善事业 因为我们的心处在颠倒想 颠倒妄想的心 是没有办法创造出真实的功德 如果一个人 只想造慈善事业 那就不用要求这么高 你就住在相状 面对无量无边的差别 在尘劳中不断地活动 弄得自己心有千千结 虽造善业 心不安稳 这部分我们不谈 但是一个人修行 当他开始从差别当中 回归到平等 如果他有志达到临终的正面 那一定要清楚 我们修行人越修行啊 他的对立项 差别项一定是越来越少 这是一个判断标准 没有例外 如果你学佛以后 你感到你心中的妄想 越来越多 相状越来越多 对立越来越多 那你的修行方向走错了 因为你相状越多 表示什么 表示你生死业力越重 妄想打得很重 你说我怎么知道我修行进步呢 怎么知道 不是说你一天拜几拜佛 念几声佛号 那是资良力 那不是根本啊 问题不在这里 你发觉你现在 别人讲一句话 甚至别人给你一个什么动作 你心中的相状越来越少 你这个人被生死业力继富的力量 就越来越淡薄 越来越淡薄 你看我们临命忠实 一切诸根 息皆败坏 一切眷属 息皆舍离 一切珍宝 不复相随 临命忠实 所有的东西全部会被死亡破坏掉 但是 有些人可以很自在地跳出去 有些人被生死的叶利系富主 为什么 当然 事出必有因 因为你平常就住在这个象状 住久了 就容易被它锁转 如果你觉得 爱 我学佛以后 心慢慢平淡了 平静了 这就是功德项 我不敢保证你福报多大 但是至少你容易离开三界 如果你学佛很久 你心中的对立越来越重 看谁都不顺眼 糟糕了 你走错方向了 你的修行错认消息了 不是这样修的 你走上了生死之流 生死之流是越走差别越大 涅槃之流是越走平等性越明显 这是很容易判定的标准 对立了 我现在学佛以后 自己感觉很容易离开 我只是跌倒 我我跟你说 他已经不严重了 一个小时代